上天被家里派来一位小天使,家里的重心可以说都放在了他他身上,他睡得好不好,吃得好不好,身体是不是有不舒服,都是宝妈宝爸们时刻关心的问题,其中不可否认的是,宝宝的智力发育好坏是宝妈宝爸们非常关注的焦点。 智力是因智力,虽然智力大多来自遗传,但是也来自后天培养,招住宝宝一生只有一次的大脑发育高峰期,让宝宝更聪明。 宝妈们注意,宝宝一生中最重要的大脑发育黄金期,错过就可惜了,宝宝大脑发育关键时期,一、怀孕个三月,产后六个月,宝宝大脑发育完成率,约为50%到60%, 二产后六个月,三周岁,宝宝大脑发育完成率,约为80%,90%,三,三周岁,六周岁,宝宝大脑发育完成率,几乎达到成人水平。 需要知道的是,新生而宝宝出生以后大脑重量,是成人头部重量的四分之一,此时大脑原有100,181个脑细胞,接近成人。 宝宝从出生到6个远龄,几乎每分钟增加脑细胞20万个,宝宝从出生到12个远龄,宝宝的大脑重量,几乎以平均每天1000毫克的速度增加,等到宝宝两周岁的时候,大脑重量占成年人大脑重量的四分之三。 可见,宝宝从出生到两三岁前,都是大脑发育的黄金高峰期,家长们一定要把握好,促进宝宝大脑发育。 宝妈们还需要做好这几点,营养药到位,肝,维生素,脂肪,蛋白质等是促进宝宝脑不发育的关键营养物质,也是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营养物质。 宝宝在六个月以后,可以添加腐蚀,宝妈们可以考虑给宝宝吃鱼头,动物肝脏,肉类以及蔬果等食物。 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,对宝宝的脑部发育有很大益处。 多和宝宝交流,即使宝宝出生以后并不能说话,宝妈也要多和宝宝进行交流。 天气好的情况,下带宝宝出去晒晒太阳,呼吸新鲜空气,做一些户外亲子活动。 锻炼宝宝的手脚协调能力,随着宝宝越长越大,有些事情就需要宝宝自己来完成了。 比如自己动手吃饭,自己上厕所,要有一时的激发应用而用手抓,握,捏,扔,扔,接,拍击跑,跳等各种运动。 尤其是,要训练起手脚的精细动作,促进小脑发育和平衡。 宝妈们注意,宝宝一生中最重要的大脑发育黄金期,错过就可惜了。 宝宝夜哭夜闹的原野有哪些? 产后恶路走大姨妈不来怎么办? 产后多久可以碰凉水? 是42天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